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潮濕天 每逢下雨都會有人問 下雨時雨水打進去冷氣機殼的噴噴噴聲 有沒有解決的 其實市面上有一隻叫做冷氣機隔音箭 只要裝在冷氣機上面 就可以完美解決到這個問題 有些人會問會否有隔熱問題、安全問題 Depend 上你用甚麼箭 帶牌子出的就通過安全測試 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買的牌子不知名的 你就留意一下它的物料 有沒有這幾個性能 第一就是透氣、快乾 第二就是防菌、防煤 第三就是防火 前兩樣都明白為甚麼要防火 樓上可能會有煙體掉下來 你也不想因為這樣 而令到你的冷氣機火燭 所以留意這個防火功能 如果這個佔滿足到這1、2、3的功能 其實它的用料沒有問題 安裝方面 如果你的冷氣機隔壁的窗是可以開到的 你可以試試自己裝 當然不要整個人鑽出去 掉到街上就不要賴我了 第二就是如果隔壁的窗是硬了的話 師傅通常會在下面的窗 掉條安全繩 然後就爬上去裝 這個就不要自己來 如果下面的窗也是硬 那就沒辦法了 下次裝冷氣或換冷氣的時候 記得要師傅裝上 那就解決這個問題了